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今天这么开音这么捧场 不由得我心潮澎湃 诗姓大发 死情 死情 我要 一诗的最高净 并且是头一个字 发现今天有不少来砸场 大哥你那个哇一声 讲得挺恐怖啊 你那声势从肾发出来的吗 喜剧人呢 第七季 各路精英来演绎 那是当初没找我 我要来了 他们都没信 那么接下来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吧 我今天的演出就正式开始 先往少说吧 我就把我的搭档叫这个舞台 我的搭档 这一上台之后 是个超级大美女 来 掌声有请我的搭档 闪亮登场 天哪 我在东北这么火吗 太火了 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李异童 李异童 李异童 据说你是以前是那个团 SH48 SH SH 对 就是生男孩 生男孩的地方 还能生女孩呢 对 你这团是什么团 这个团就是一个人特别多的女团 女团干什么啊 女团唱歌跳舞呀 跳舞 对 就是什么舞啊 民族舞啊 都是特别可爱 特别俏皮的舞蹈 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行 给大家来一个 来 来一个 来 音乐来 来 走一下 来 来一段 来 来一个 是我的心 这孩子也挺呼的出来 他有那个愣劲 舞蹈跳得非常好 谢谢 小品演怎么样 小品演得还行 还行 哥 我这次从上海过来的 上海 要不然咱们演个上海的戏吧 好 你要提别的地方 我不知道 上海我非常主持 那就来一段 关于上海的一部作品 西游记的一个 中间一个选段 三大白骨精 不是 西游记跟上海有啥关系啊 没有关系 我 我就是随便说说 就是 哥 咱还是演个 正经的上海的戏吧 行 就新上海滩 就新上海滩 您看您长得这么帅 要不然我来演冯澄澄 说啥呢 说啥呢 演新上海滩呀 上一句 我演冯澄澄 上一句 你长得特别帅 咋了 咋了 哥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哥 说得对 可以说 就长相这一块 拿捏死死 可以说 哪段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演冯澄澄 你演许文强 我演许文强是不是 对 咱俩就来到哪段 生死离别这段 就是你父亲冯锦敖 不同意咱俩的婚事 咱俩又私奔这段 生死离别 催人类下 那个 早了 早了 还没记住剧情呢 别着急 好 我画个妆 一处理拍面 你看 你看怎么样 好 画个妆 来来来 别着急 还要画个妆 整个阵势还挺大 那个 你 回去 你别 别给人 抢镜头 我说成功 陪你 军连天下 五月失败 陪你 东山再起 我说 不离不弃 我必 生死相依 哥 你是成成吗 这么近 你看不清 你当虾呀 对 你 你都不得处的 我就知道是你了 在镜头 刚好 尝尝 啊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儿啊 香港 去捣食海鲜呢 你说那是丹东的东港吧 哦 我们去香港 香港 我给你买二斤虾耙子呀 他还挺认真的 你演的 尝尝 我走了 站住 干啥去呢 尝尝是东北的啊 温柔点 就是女人的温柔 拿着温柔点啊 尝尝 我走了 哥 哥 你要去哪儿啊 哥 哥 哥哥 哥哥 我终于知道 你父亲 为什么不同意 咱俩的婚事了 为什么呀 你父亲是为我好的 你真危险 把我给整死你呀 这是红颜祸水 你这些 尝尝 哎 我走了 天涯海角 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尝尝 走 走 尝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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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